十二个港人去野餐,齐乘坐旅游车出发了 一起来update一下十二港人被人送中的消息 十二港人被港府和中共合谋送中 距离今天已经九十日了 然而到目前为止,家属都只是收到所谓的官方资讯 家属的委托律师仍然没有办法可以见到当时人 更加他们的所谓的亲不信件都是内容一式一样 怀疑在被人威逼之下赞写有关信件 令人不寒而律 故此十二港人的家属今天来到距离 盐田只有一海之隔的吉澳山上 希望藉此行动表达对儿女状况的关注 以及希望香港人继续关注他们的情况 希望有关干独可以明了 他们的亲不信件是绝对不满意的 会继续要求争取见他们的子女 因为他们被一群中共和港府的人合谋送中 要求他们尽快回港 这个题目叫做等乖孙吃饭 一对年近九十岁的公公婆婆 有一个很卑微的要求 想我们的乖孙回来陪我们吃饭 自然的公公婆婆 bring them back 整台都是送 这个就说了 今早带着悲伤和期待的心情来到码头 悲伤是怕待会见到我儿子被人还压的地方 会令我更加伤痛 有期待亲眼见到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人人都说母子连心 所以我希望我的儿子可以感应到妈妈在对面海 望着你为你祈祷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上天减望受十年来换我的娶 换我的儿子一生平安 望着你为你祈祷 即是你一条耶稣 但是你又要上天 你不是用天父 什么耶稣那些形容你的神 那又要用上天 又要讲减守 你是什么一条耶稣 这条女儿就说了 记得一起之前跟你计划未来 现在只是剩下自己一个 无力感很重 但不会放弃 文字表达不了太多 很想亲口跟你说我这段发生了什么事 很想有你的照顾 虽然现在很不习惯 但是我有好好照顾自己 所以你都要撑住 我的心一直都在你那里 陪你渡过每一个难关 愿你平安 爱你 又有另一条女儿说 脚夹都掉下来 她说我 还记得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 不像其他人 好像送花 或者是一些真实的礼物 而是打上电台 透过大气电波 许下你一生的承诺 还点了一首歌 在你离开的日子 我每一天都会反复 反复听 也都会反复将我们的讯息 从越一次 好希望可以回到 点长的当天 你曾经说过 即使天各一方 但是我的心仍然在你里面 是不会离开 就只因你对我的承诺 你就是我一生所追求的幸福 建议你弄一下这些甲 如果完全不知道什么事 只看这些文宣 一定120%会觉得 香港人被人捉上去真的很惨 你看现在大陆 就是这样对香港人 你看多惨的家属 那些妈妈等我儿子回来 公共婆婆子等你开饭 你的女儿那些东西 全部都等你回来 终于我盖都没有空弄 这里有人就说习近平 似乎很了解习近平 这个是什么事 朱海迪 他就说 既然习近平最大的弱点 是2022年的年任问题 香港的民主派 如果要想在这波振压之中 扭转退席的方法 只有两个 第一 你们就要令到习近平了解 香港民主派 无意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 或者可以放松目前的大手步和振压 第二就是直接摊牌 要跟习近平摊牌 习近平已经不适合成为中国的领导人 要求他在2022年准时下台 哇 真的很厉害 我也觉得香港的权力很大 例如我们是很有能力 令到习近平了解 他是不适合做中国的领导人 而且要令到他了解 其实不要再镇压 不要再把我们的无名事拿到大陆送中 另外许智峰也说过他现在着躁 流亡 潜逃 偷渡 什么都好 现在他在香港所有银行被人冻结 他用汇丰恒申和中银 他们就很聪明了 把口叫你们转银行 或是按出来换美金 自己永远是save港币 在这些最大的银行里面 那我不知道你们那些人 为什么猛成成 还去集邮银行 那些什么南洋也好 什么东西的小银行 或者是每个月拿了钱出来 用月饼罐藏制摄 这样摄下他 接着他现在几个银行户口 完全是被人冻结了 他老婆和他父母的户口 涉及几百万的存款 然后就说 现在真的很恐怖 外资可以彻底放弃香港 会可以随时被人冻结 停又未上罪又未判好恐怖 你想想现在你着草 不冻结你就会有鬼 一定连作法 谁知道你走之前 会不会给你钱 你老爸老母和你老婆 你想想现在这些人是不用佬的 我记得在上年四月云的时候 有些人很想我立刻 612的时候不断表态 就说你是否会在平行时空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没有去那些游行 我发觉其实真正活在平行时空的 就是他们 例如他这个留言就说 特朗普连任之后 一定会凍结了所有这些战官 收藏在美国的天文数字 到时真是活该死 到底能不能连任到呢 这个信息是13个小时前的 意思就是 其实你想想是没多久之前 拜登现在胜出你想想多久 已经是定了局的事了 但仍然有人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是这帮黄尸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是特朗普是可以连任的 他们仍然会是这样觉得 所以怪不得当时 当你自己活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 每天都是 做你的 routine 上班 用你最不喜欢的港帖 坐巴士 吃着大陆东西的时候 你一天都在反中国 其实你想想整件事是很 就是很match他们 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是电视报纸或者结局 已经放在你眼前 就是特朗普输了 但仍然都会觉得特朗普是连任 你跟他说特朗普其实输了 他都会跟你说不是 其实他是会连任的 这些才是最恐怖 说起着草这些钱的问题 612就说自己剩下千多万 又说高急叫你们捐钱 那你们还快点捐 还看我的视频 还有现在政府最近 出了个安心出行的app 就是安全 就是让人们可以有肺炎 走来走去的时候 就有得追踪了 但当然被人无限的发威 就是说原来装了这个app 其实是给港府 去将我们的那些 个人资料买给共产党 接着就方便人们捉我们 就是控制香港 极权镇压 没有私隐 诸如此类的 但是呢 我很相信 如果你说派一万元 要安装一个app 接着可能要填很多个人的资料 一定会做 但当然没有钱的话 那些人就会叫你不要安装 但是你想想拿一万元 或者不用一万元 我想政府说现在有个 可能救急的基金 可能有三四千元 但是你要在一个app 那里装一个app 那app是不可以删除的 一个月 那我就会给你三千元 我不知道到时候会有多少 你们这些自称王的人 是会 是会沟通过他做的 很多这些涉及到钱那些东西 那些人是没有理智的 那些所谓的革命情操 你们那些政府害你 共产党害你 都是基于别人 叫你做一些东西 然后是没有钱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十二港人这些东西 我都说只看文宣 你一定会觉得他很惨 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 只看这个page的话 都会觉得真的很惨 一定是他们的政治犯 怎样吃 不想过他们最初是畏罪潜逃 想着醋去台湾 还用那些醉乱昂狗的方法 接着现在又说别人抓他 不让他回家吃饭 其实你们就算成功着醋去台湾 你们都是回不了他家吃饭 总括来说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新闻 或者是这一段时间的资讯 都是很多开始是扭哭 那些东西为主 当你有一些东西要开始上还 你要去pay for it 你就会知道 他们是不断 像小孩在那里惹我哭 善情 但我同时间都见到 很多香港人会受落 会觉得他们很惨 要去拯救他们 哭 怎样吃 但你试下叫他们捐钱 12港人他们很惨 那你又不见他们 早团回到深圳 没有的 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的家属都不会做这些东西 然后又说你一定是鬼来的 所以我们送死 即是把口说 怎样 觉得他们很惨悲痛 我相信你们香港人 早一群人 那你们说有200万 那早一百几十万上去深圳 去拯救你们那些人 那当然是不会 因为涉及到利益 说个app又说 拿你们资料 你的资料一定很珍贵 你试下个app 安装完之后一个月 安装一个月 用一个月政府给五千里 看看是否那些人 又是狗感觉走去装